大火摧毁了220户住家 災后火场迅速清理 慈濟人也赶到了临时收容中心 九年前几乎是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一批志工 也因为同样的意外和当地民众结缘 这个地方很特别 也跟慈濟特别有缘 因为当时2007年的时候 等于是九年前 接近耶诞节 对菲律宾来说 这个节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 结果它这个地方 同样是这个地方有了火灾 那一段时间 几乎没有什么其他团体 愿意过来帮忙 因为已经是接近耶诞佳节 所以当时我们就发起 师兄师姐大家来承担用心 来为这个地方 来帮助这个地方的灾民 那进来访试的时候 才知道说这个地方 真的非常非常苦 民众再一次受到慈激的大米 毛毯等生活物资 大家对于当年 志工的善行义举 仍记忆犹新 时间在两场相隔九年的火灾之间 似乎已经冻结 彼此的一面之缘 却像老朋友般的深刻 慈激之工 还是抱着当年同样的一面心 只希望耶诞节前夕 受灾居民能不爱恶 不孤单 大家新闻乔纳斯 乔纳斯 罗约翰 菲律宾报道 马来西亚沙登二校 结合了校方 学生以及辞职志工 一起和